各位朋友 欢迎收听早晨财经术解读 今天是2020年7月7号 礼拜二早上8点31分 那萨克指数在昨天晚上 再度创了历史新高 目前大型的科技股 包括苹果 亚马逊 微软和Google的母公司 Alphabet股价上涨都至少2%以上 亚马逊的股价首次达到了3000元 Netflix也创了历史新高 纳指100指数上涨了2% 是2020年以来的一个涨幅 已经超过20% 所以从美股的一个角度 昨天上阵的一个角度 还有台股的角度 可以看到全球的热钱突然一下子涌现了 昨天我在脸书上有颇文 跟大家开玩笑 网友问我说 这一波的多头好像又突然开始展开了 那会涨到什么时候呢 当然是涨到你进场的那一天 这句话虽然是开玩笑 但是也跟大家说明一个 股市的一个历史的一个趋势 那就是你会发现 你要找到一个利空因素 比利多因素容易太多了 也就是说当股市下跌的时候 你随随便便都可以找到很多的理由 来解释这个股市下跌的主要原因 但是当股市上涨的时候 而且是疯狂的大涨的时候 你往往或者说大部分时间来讲 你找不出它为什么会上涨 你也看不到什么特别利多的一个主要因素 所以这个就是市场的共识 所以为什么市场总是长期的牛市 然后短期的熊市 长期的牛又短期的熊 原因就在于 其实市场上进行大幅度利空的时间 其实不多 你想想看08年 在上一次可能是这个SARS 在上一次可能打抗泡沫 对不对 那你看这几年可能中美贸易战 可能受到这个疫情的影响 你会发现利空因素总是出现的很短暂 而且只找到一两个 所以这种因素就非常好的去确认 但是在利多上涨的时候主要原因还是 股市长期趋势就是上涨 所以因为大部分时间都在上涨 你也很难找出一个失职上涨的因素 那么其实股市本身 它就是一个资金的集散电脑 所以基本上公司有赚钱 股市长期趋势本来就是向上 经济本来就是向上 所以我个人认为 大家不用急着去找 为什么美国股市 或者昨天全球股市为什么突然大涨 你找不到原因的 因为股市长期以来就是上涨 我们对于11月的一个目标值还是不变的 从我们直播以来 3月份建议大家进行大幅度的一个抄底 不能讲大幅度 有tempo有节奏性的一个抄底 抄到差不多破万一的时候 完全停止长期投资 那从现在的角度来看 我知道很多短线部位 还没有进场的长期投资者 看到人家进场很爽 但我认为长期投资者 还是不用太灰心 为什么 因为你自己的长期投资资产也在增长 对不对 这个我们常讲 投资最主要的目的 还是不赔钱 不是赚钱 你只要不赔钱 那你长时间的不赔钱 自然而然就可以让你造成赚钱 为什么 因为如果这一次的一个多头 你刚好赚钱 老实说 很有可能 尤其短期部位者 运气好 全球都在涨 基本面不好的也在涨 是吧 什么都在谈 基本面很烂的也在反弹 所以你找不出真的好的一个标的 所以一旦 这个股市进入盘整 或是进行一定幅度的修正的时候 那么这些人就会死得很惨 所以我们常常建议各位 心态还是保持到最好 我们坚持不赔 而不是要大赚 好不好 这个要提供给各位 上乘指数在昨天的时候 一度上涨了接近5个percent 我们之前我记得我也在脸书破文 因为上涨指数老实说了 这几个礼拜 层级的蛮深的 台股和美股都在全面的上涨 只有A股躺在那边睡觉 所以我常常说说 A股就一直在装饰 真的很想一巴掌把他拍醒 那昨天 这个日经收盘了1.8个percent 香港恒生指数 飙涨了3.8个percent 韩股拉出了1.65%的长虹 那以入股的一个表现来看的话 基本上也接近了5%的一个涨幅 所以全球亚股 昨天上涨的幅度是非常非常高的 台股的部分也是 行情大涨207点 收在12116点 破了万二关卡 那现在就是逼近 年初的最高点 12197的29年新高 那如果这一次突破之后 基本上就是 咬指12682历史高点 所以从现在的角度来看 我觉得我认为了 12197 这个突破的难度不是特别高 那个随便涨一涨就过了 那现在反而我们要关心的事情是 现在如果股市就一路涨上去 那一定不能追 至少要等回档 但一路涨上去的时候 我们要随时来关注 包括市场的避险情绪 以及贪婪指数 目前贪婪指数 差不多在55到60之间 代表的是市场还是有一点半信半疑的一个状态 还没有极度的贪婪的状况出现 这个是事实 那你说还没有极度贪婪的状况出现 为什么台股美股会涨到这个 不可思议的一个状况 基本面这么差劲 结果点位居然是疫情前的水准差不多了 最直观的原因我们之前讲过 撒了这么多钱总要有部分的资金流到股票市场上 也就是风险资产 所以现在的股市上涨来源于市场钱太多 市场钱越多 本来所有的东西都会贬值 所有的东西贬值代表所有东西的物价就变高 其中就包含着股票市场 所以现在的点位增加来源于全世界的货币量增加 但是全世界的股市价值它并没有改变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购买力基本上也减弱了 为什么呢 因为世界上的这个物价会慢慢的上涨 这个就是我们常讲的 就是资金行情所引发的股票效应 好 那即使在这样的一个状况底下的话 我就要跟各位讲 就是说股市要嘛是大涨 要嘛是大跌 不涨也不跌的话 任何资金都会比较难受 涨就意味着有赚钱的效应 那么一切的逻辑都会相应的放大 你会疯狂的去找解释 那跌的时候你会跌出性价比 大量的逻辑 大量的股票会被低估 这个时候就是你减便宜的时候 所以股票在上涨的时候 你不用做太多的一个揣测 为什么 因为各位听我是不是听得久了 也知道 这个有些人称呼我为这个死多头 我不能讲我是完全的死多头 但是说我是多头方 这个我是认可的 因为我认为长期股市和经济 本来就是向上 所以各位就知道 股票长期趋势是向上 所以当它向上涨的时候 你也不用找一个太实质的理由 它有赚钱 基本上就会向上 这个要提供给各位 好 各位有任何的一个问题 直接在我们的直播当中 跟我们提出我们稍晚都直接来做一个细节的分析和交流 好了 那昨天因为台积电ADR上涨的幅度也非常大 基本上一度涨了有5个percent 占上了历史新高的ADR61.6美元 这也让台积电重返历史新高346 这个快的一个几率 是快幅的一个拉升 我认为 我认为也非常有大的一个机会可以过 那6月以来的波段大涨 也意外的让小散户成为台积电狂飙的最大赢家 这一波我们之前有讲过 这个外资不断的到货 接的都是内资 包括了散户 所以包括在5、6月份的时候 台股基本上已经进行反弹 但是外资还是持续的来做卖超 那这样的一个结果 其实其实并没有导致说 人多的地方 几乎胡思就崩盘了 反而这些散户是全面赚钱的 包括你从5月份超低以来 因为现在5日、10日、月线、季线、半年线、年线 全部都是这个上扬的 也就代表的所有人都是赚钱的 所有人都是赚钱的 股市在一个创高的格局 所以我们后续来针对散户 该怎么面临这样的一个状态 做一些细节分析 那今天早上最新的一个消息 是现在储蓄率的一个标准 全世界各国的数据都出来了 最新数据显示 美国的个人储蓄率 已经标到32.2% 这是历史新高水准 翻了一倍 那这个5月呢 虽然虽然微幅的下降到23.2 但是还是属于 非常非常高的储蓄水准 从来美国历史上 没有储蓄率这么高的时候 那欧元区今年的一个储蓄率 本来在第一季是16.9 那这也比去年第四季的12.6 高出了4.3% 所以你可以看到的是 就属于欧美这种 相较消费性行为的一个民众 这一次的储蓄率的一个大幅攀升 让全世界央行都已经意识到一点 那就是如果我印了这么多钱 结果你并没有产生一些边际效应 把这些钱给花掉 或者说我给你一块钱 你就花两块 或者花一点二块的话 那么全世界的货币政策 会进入一个死循环 为什么 我印越多你存印越多 那就会变成流动性陷阱了 这个我们待会要好好来做一些观察 那包括英国央行在昨天表示 即将可能会采取负利率政策 所以要求所有银行准备 面对负利率政策 这样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振兴措施 这个我们待会都来做一些细谈 好 每天早上八点半 我们根据国经财经时事 来做一些分析和解读 观察朋友如果是 最后听我们Podcast 或Soundcloud 或Spotify的音频的观察朋友 随时欢迎你来我们的直播当中 跟我们一起互动 那在我们的直播当中呢 也有开启这个欣赏服务 大家如果想要给我一些回馈 请我喝杯咖啡的话 都欢迎啦 那如果有任何的问题 我们在直播当中 直接来做解答和交流 我们先看一下美股在昨天的一个状况 昨天是亚股的收红激励之下呢 包括欧股包括美股 都进行大幅度的一个攀升 美股四大指数是乘风波浪 四大指数全面的收红 尤其是科技股 刚才提到 亚马逊股价首度突破了3000块美元 台积电的ADR涨了5个% 特斯拉和Netflix创了历史新高 特斯拉已经突破3000美元了 一档完全没有基本面支撑的股票 居然已经成为了非常非常 这个我们讲的美国大标股 它的这个特斯拉本身的一个市值 已经突破了美国银行 大部分的美国银行的一个市值了 那确诊人数 却还是不是很乐观 目前全球确诊人数已经突破1149万例 死亡人数是53.5万 美国迄今确诊人数是290万 死亡人数是13万 但是还没有看到医疗体系崩溃的讯号 和消息性因素传出 所以相较起来 疫情似乎不是影响股市太多 美国斯拉指数的一个表现 昨天道能指数上涨459.67.1.78% 来到26287点 标普外指数上涨49.71.59% 说在3179点 那斯达哥指数上涨226.2.21% 说在10433点 配半上涨53.2.67% 上涨说在2046点 特斯拉整体的一个美股 这个已经来到1371块钱 亚马逊也突破了3000美元 所以从标普以及 这种纳斯达克科技股的一个表现来看 整体向上的动能 非常非常的一个强烈 那包括昨天公布了ISM和P&I 这个整体6月份的一个指数 目前6月的ISM非制造业指数是57.1 比市场预期还要来得好 那市场很明显的就找到一个好的消息 就把它放大了 就反映到股市了嘛 这个很正常哦 所以我常说多头 你很难找到一个很明显的理由 我们就是等待什么 我们等待多头上涨到一个不可思议的程度 那等贪婪指数啊 也上升到一个接近一个历史水位的高点的时候 我们进行大规模的债券布局 一方一方股市随时会有大幅度修正的一个进行发生 那如果没有 就持续的盘整 那我要跟各位讲 长期投资者就是得冷 长期投资者就是 你可能等了好几年才有一次进场的机会 各位想一想 这次算幸运啦 疫情前的布局期是什么时候 在疫情前一次股市大幅度滑落什么 18年年底嘛 对不对 美中贸易战所影响的年底的一个大幅度修正嘛 对不对 那个时候就是一个布局期 然后那时候就是布局期 所以差不多大概一到两年才会有大规模的一个布局期啊 那因为我个人觉得啊 因为股市相较已经来到一个非常高的一个点位啊 所以等到川普啊这个我们讲中美国中大选啊 选举过后啊 美股的一个变局就蛮大的 因为已经完全少掉政治面的一个支撑了 所以我们后续来做一些观察 昨天上证指数啊 突破了3300点呢 创了29个月以来的一个新高 资金行情啊 再度的推升入股和港股 港版国安法 还有美国的香港自治法 完全没有反应在大陆股市上 就算有 可能因为全球市场的热钱的因素啊 也完全没有看到一个这个踪击哦 上证指数大涨5.71个percent 报在3332点哦 深圳指数啊 大涨了4.09个percent 报在12941点哦 就连恒生指数也是快速的一个暴涨哦 所以从这个生活两市的成交人民币金额 1.5兆元来看的话 这是五年的新高 热钱是真的 不只是散户 外资真的回来亚洲股市了哦 那现在A股行情啊 无论是长线的反弹 还是牛市的终身段啊 都反映了市场热度的提升 其实我之前跟各位提过一个观点哦 这个观点我还需要跟各位做一些交流 因为我自己也很无法确定 就是说我们都很清楚 其实大陆股市在3000点 已经差不多10年的时间了 就是说当全球股市都在经历这08年以后 这10年的一个多头阶段的时候啊 大陆股市是完全没有反应 这一波这个全球长期景气的一个多头 也就是说有两种原因哦 第一种是大陆股市啊 可能本身它非成熟市场 可能有一股这个背后的一只手 按着你不上涨 那第二种呢 就是大陆股市啊 就是一直长期被低估的一个状况啊 所以这一波有没有可能是要反应 这10年的一个牛市呢 这是两种不同的想法 但是我不确定 所以这个要跟各位观众朋友 跟我做一些交流和参考 各位观众朋友有任何想法 你觉得大陆股市沉寂了这么久 是现在才要开始起涨 还是它本身背后就是可能 这个相较股市市场啊 并没有那么的健全的因素呢 这个跟大家做一些了解 一些探讨 OK 好 那台股大开了资金派对 写下了非常多的一个记录 昨天呢 外资大买了大概有200亿元 这个也是受到美股电子盘大涨的一个因素 所以其实 我们常讲 就是说 等美股昨天的一个收盘 我会影响到今天台股 那今天台股的盘中呢 又会受到美股电子盘的影响 那等到九点半之后呢 又会受到一些大陆股市的一个影响 当然呢 如果从亚洲股市来做一个对照的话 你会发现 台股跟韩国的走势是真的蛮像的 但是我们也无法说这个 从韩国把它当成一个领先指标 因为两者几乎看起来是同时指标 实际你也没办法看韩国来对照台股 所以我们就有 其实影响台股的最主要 即时行情都是美股电子盘 那当然呢 前一天的美股收盘 也会影响到台股当日的一个方向和走势 好了 那台股写下了几大惊奇 昨天上涨207点 收在12116点 现在就是准备要突破12197点的前波高点 一旦突破之后就是摇指12682 现在来看的话 因为如果多头动能 没有在这两天内熄火的话 也许这两个礼拜基本上就会突破历史新高 但是要跟各位讲 这个突破历史新高 你没有什么好意外 不要觉得经济好到什么程度 经济跟股市还是严重脱钩的 行情可以推到这么高 跟各位讲过 就是资金消音 就是货币撒太多了 所以照理来讲 本来就应该要涨 那涨得越多 又要以防潮得过热 所以我们要随时观察一下贪婪指数 那贪婪指数现在还好 还好 还没有非常的一个严重 那三大法轮进出方面 昨天买超了268亿 外资就占了200亿 这是今年单日以来买超的一个第二高 连续5天的买超 接近来到441亿 但是外资今年卖了6000亿 卖了6000亿 今年5、6月差不多也才买1000亿 所以外资要回补的完全还不够 所以如果外资持续回归的话 那么台股动能一定会持续向上 所以从相较一个资金面效应来看的话 还是比较乐观一点点 比较乐观一点点 但是你说现在要追不建议 为什么呢 因为从任何的角度来看 没有行情涨到一半你进场的 一定要等修正 一定要等回落 至少要跌破5日 在暂回5日的时候 再来从技术线形上做一个进场 现在上方几乎是没什么压力区 除了一个前波高点 这个12197之外 基本上没有东西绑着你 所以你很难看得清楚 到底应该什么时间点的一个部位进场 我们常常讲 虽然总金面是最重要的 那个股基本面是第二重要的 技术是排第三 但是技术也是不可缺的 原因在于你总要经由技术面才能找到什么时间点和什么点会进场吧 你说我要买台积电 好啊你买啊 什么时候买 还不是要看技术分析的 所以呢 这三个产业链有它的优先顺序 但这三个条件基本上缺一不可 缺一不可提供给各位 台积电昨天创了ADR的历史新高来到61块美元 那现在来看的话 迄今的这个加码 从6月以来的台积电张数是23.8万张 这样的一个张数是仅次于面板双弧的24到27万张 加码金额台积电光是一档股票 就流入了753.5亿 这个毫无疑问是台股单一个股加码金额之冠 那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得到 外资在6月以来也不过买了四五百亿 那居然台积电流入的之间是735亿 那代表什么 代表散货和内资都在买 都在加码 所以台积电这一波呢 股权的稀释相较稍微回来内资一点点 但是从大型研究机构对于台积电基本的一个展望来看的话 因为股价相较推的还是蛮高的 目前的一个目标价大概在380块到370块之间 相较起来已经缩小不少了 所以呢 能够在涨的一个幅度相较也有限了 那台积电因为第三季第四季产门满载应该是没有太大的一个问题 但是总有它的后顾之忧就是它的大陆市场会全部断掉 这个我们可以预见呢 可能在明年第一季第二季就会发现了 就是说台积电已经很明显变成美系供应链了 所以我们后续还是要观察一下 日后台积电放掉这三层的大陆市场 对于台积电长远的发展是什么 那如果大陆有一天5G产业终于制霸了 那么台积电会沦为什么样的一个牺牲品呢 那我们都后续要来做一些观察 好了 储蓄率的一个飙升我们刚才提过了 现在来看 包括欧美这两大经济体的储蓄率 快速度的一个飙升 反而是日本中国亚洲地区储蓄率并没有太大的一个变动 所以我们现在要讨论的一点是说 相较起来其实做这种实质的财政政策或者货币宽松 在欧美的一个有效程度比亚洲国家来得大 比如说日本 日本就几乎没有用 为什么发了钱每个人都存起来 而日本人很节省 那欧美不一样 欧美长期以来基本上都是属于这一种 发了钱边际效用可以大于一 也就代表的我给你一块钱 我对于市场的刺激效果会大于一块钱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 如果持续率持续的攀高 美国储蓄率已经翻倍了 也就是说这一次撒了这么多的一个美金支票 并没有很明显的反映到美国的零售业数据上 因为大部分的人都提高了他本身的一个储蓄率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的话 我们后续就要来做一些观察 第一个要点 我们今天只是讲个前夕 第一个要点是储蓄率快幅度的一个拉升 如何衡量这一次央行进行量化宽松 进行购债计划 进行这种资金释放的有效性 也就是说呢 你现在要来看这一波的量化宽松 有没有实质的达到实体经济的消费 你最好的看法就是你看一下 四五六月份的CPI指数上升的幅度 要多久才能够回到疫情前的水准 如果一直到今年都无法超越 那么随时都有通缩的阴霾 为什么 因为我撒了钱 没有人花 大家都存起来 通缩 这是第一要点 那第二要点的讲的就是 如果量化宽松 它所造成的一个结果 储蓄率还是快速度的一个飙升 那是不是代表着 未来进行这种量化宽松的有效性 会越来越差 那当它越来越差的时候呢 就必须用其他的方式来达到 它原本要资金宽松的效果 什么意思呢 未来的经济政策 欧美可能会像台湾一样 就是说给你的现金 给你的补助券 是不能够拿来储蓄的 这个有很大的一个用意 其实台湾即使发三倍券 它还是有储蓄效果 什么意思 你三千块其实不多 我一天 我三餐的吃饭 一个月就差不多要一万块了 对吧 那我只是进行替代效果 我把我现金三千块存起来 那另外的三千块 我拿去吃饭 完全是替代掉 完全没有任何实质振兴效果 所以市场在面对这一种 资金量化宽松的这种补助的时候 其实是有非常多的办法 让整体货币宽松的有效性 大幅的减弱 这个都是我们后续要做一些观察的 好 那观众朋友 这个有什么样的一个问题 我们先来做一些交流好不好 妙音说 哈哈 我每次都听你说等等我们再来交流 好像都没有时间交流 不过你的直播内容确实丰富 没有啊 我这边 对不对 8点55分 我特别留了时间跟大家做一些分享 谢谢林慧的50颗星星 谢谢美红 谢谢圈啊 谢谢圈汉路 圈圈说 居高思维 这个我今天好不容易啊 想说这个留一点时间来跟大家交流 结果发现大家都没问题 这个天与我不共戴天 而Android Huang说 美股乱长是否与联准会可以直接注意 购买个别公司债直接有关系 这个消息已经蛮久了 所以照理来讲啊 这个联准会购买公司债 早在一周以前就已经 这个消息差不多已经反映完了 所以现在的股市上涨啊 我认为啦 不用急着去找原因 因为股市长期就是需要上涨 就跟你很难去预测一两天的一个行情啊 其实就连这一波这两天的上涨 你敢说就是上涨吗 有没有可能是死猫跳 都有可能 所以我个人认为啊 千万不要过度的去解读在多头市场上的一个氛围啊 其实长期投资者到现在都是续报的啊 对不对 不管是这个长期投资者 这个疫情以前的还是疫情进行大幅度加码的 从来没到叫大家卖过 对吧 如果你有卖 那你应该是属于短期部位的投资 你才会想要卖嘛 对不对啊 所以从现在的角度来看 你看着自己资产持续的一个上涨 看着自己的一个损益持续的一个扩张 我认为就不错啦 不一定要急着说 我要进行这个加仓啊 我要进行加码 钱留下来 好 钱留下来 稍微有致之力一点的钱留下来 等待下一次泡沫破裂的时候进场 或者呢 在股市相较高一点的时候进行债券的购买 那么当股市崩盘的时候 你的资产的损益啊 不会比别人差 我不保证你一定不会亏啦 但是你一定不会比别人难看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哦 各位会发现我讲话的速度越来越慢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大家没什么问题哦 我们就慢慢聊 第一次讲话速度这么慢哦 Yuma Chen说 美国十年期美债殖利率还是很低呢 没错没错 所以美债殖利率低哦 其实也就代表着债券价格的高 殖利率跟价格基本上都是呈现反向相关的哦 所以我跟各位一直提醒说 准备要买准备要买啊 当然市场就是不够贪婪 我有什么办法资金的宽松效应 就是没有反应在股市上 或者说反应的不够明显 所以呢 从长期角度来看 你就是得等 你就是得等哦 你虽然看我们每天直播总要找东西讲 对不对 但是不代表着你每天都要找事情做 你每天都要有进行实体的一个操作 从短线部位来看的话 的确你要变来变去 上周二进场 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实质的一个退场空间 有的话我都会在Terecom跟大家讲嘛 所以现在的角度基本上就是持续的等 持续的等 长期投资者的一个想法哦 郁城说 何时会呈现流动性陷阱呢 我认为就是快了 就是快了 就是流动性陷阱哦 因为老实说 强调的是这种资金的宽松效应啊 会导致利率长期保持在低利率 那即使利率在下跳 都没办法造成经济实质的一个成长哦 Seng Hongying说 就是这样才无法迟迟进场 那你三月其实也买到了 不要那么贪心 不要那么贪心 Ceong说 如果股市崩盘再近也会跌 为什么不持有现金就好 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跌 这个就是重点 股市长期趋势向上 你怎么知道股票不会涨到 一万三一万四一万五 那如果它会持续的创高 你为什么不持续续报呢 为什么要换成现金呢 长期投资非常重要的一点啊 就是稳定的现金流 你在这段时间里面啊 虽然 虽然你冒持的有可能会崩盘的风险 但是只要没崩盘 股市长期是牛市啊 你每年就是拿到稳定的现金 每年都拿到稳定的现金 对不对 可以让你去环游世界 这不就是长期投资的一个思维吗 对不对啊 感觉未将上的一个星星啊 结果到九点的时候 突然大家的问题就浮现了 不好意思啊 因为已经九点钟了 已经开盘了 感谢各位今天的一个参与啊 我们明天早上 一样会有早晨财经速解读啦 各位的一个提问 我都会谨记在心 明天早上持续来为各位做实质的追踪 感谢各位今天的参与 我们明天早上八点半 再相见啦 拜拜